第二是有價證券 司法實務判例也有相同的認定 但包括前金管會主委陳聰 金管會專門委員等多位學者專家 都對於主管機關的依據有意義 社會越來越進步 然後很多新興的金融產品 那這個都是屬於當時在民國76年 當時在做這個含令的時候 所不存在的情況 那現在到了司法機關去以後 往往還是拿著財政部的76年的檢視令 然後擴張解釋 那這樣一個做法 事實上跟我們在刑法 所保障的基本原則是有所違背的 學者認為主管機關的認定 顯然違反憲法授權明確性原則 和罰刑法定原則 台灣是法治國家更應該確實檢討 政府不管是什麼法律 有錯的時候就要改 因為我們要保障我們每個人民的 這個人身自由 這才是我們最大最重要的 當立委的職責 那如果他根本就不了解說 這個情況是會被司法機關 認定為政軍交易法有價證券 然後再重置這個行為 那同時業界也沒有人這麼認為 那這個司法裁判 豈不是跟社會實際存在的情形 是相互衝突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也邀請 金管會政旗局 證交所 還有投資人保護中心出席 希望能共同參與和學者業界有共識 記者王淑明台北報導